DH收看T爆大马股市交易中 有幕后黑手操纵仙股的报道 结果招惹官司被告了 过去两年在新冠疫情爆发期间 政府曾经几次落实行动管制令MCO 限制民众外出 当时就不少人待在家里炒股票 意外推高了马股的交易热度 尤其是从几分前到几脚前的所谓仙股Penistock 更是被市场的大户和小股民炒翻天 国内知名财经周刊DH 当时就分别刊登过两篇报道 揭露大马股市中操纵股价的内幕 并点名了一些企业和人物 结果时隔一年拖的今天却被告了 其中DH的前总编辑阿末阿詹 还有特约编辑沙木干双双被控刑事诽谤罪 而阿末阿詹已经表明他不认罪 根据控状 阿末阿詹涉嫌在2020年9月21号 以及2021年4月12号刊载的两篇报道中 诽谤列表中的商界人士和企业 参与操纵大马交易所的先骨 这宗法庭案件之所以引起关注 是因为原本属于企业商界人士和媒体之间的诉讼案件 为何是由总检察署作出提扣呢 对此DH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员何启达 和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立盈都表示无法理解 何启达昨天除了发布一则文告 交代案件的来龙去脉外 他也质疑警方和总检察署滥用刑事诽谤的指控 因为从媒体的立场上来看呢 报道涉及公众利益的事件是社会责任 没有什么不妥 那因为如果股市任由特定公司操纵股价 有份投资的民众呢将损失惨重 他认为如果任何商人觉得被诽谤了 那可以提出民事诉讼 为什么要动用公众资源呢 而YB林立盈也认同这项观点 那这名火箭YB表示 联邦宪法缠名总检察长拥有提控权 可以启动或终止任何刑事提控程序 那他希望总检察署向社会大众交代 在这种诽谤纠纷中 刑事检控权的考量究竟是什么呢 针对在有媒体因为报道而被提控 大马华文媒体编辑人协会就担心说 如果DH两位资深编辑被控罪宠 恐怕会开创先例 进而危害到国内新闻自由的发展 那有关事件进一步的进展 记得留守热点Hospot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